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50年8月 苏玉离开华野总部养兵后才重新返回履职 苏玉大将和陈毅元帅 经过两年多的战争 解放军在淮海地区与敌展开决战的条件成熟 华野部队率先围歼黄渤涛兵团 华野七纵 十纵 十一纵负责阻接敌军 在成功完祖击任务后 华野七纵司令员成为军奉苏玉之命 律所部三万人马赶到双规及前线 向中野司令部报道 前来支援中野攻打黄维兵团 为了让中野首长了解部队实力和分配作战任务 他把七纵的人数 装备以及三个师 和几个主力团的战斗力和战斗作风等 向在场的中野司令员刘国成 副司令员陈毅 仍兼华野司令员及真伟一一进行了汇报 刘帅和陈毅元帅晚年照 当他说到七纵炮兵团共有十六门三号 每门炮1208炮弹时 离开华野已久的陈毅大为惊讶 你这个炮兵团 比全部中野的家弹还要多的 成军率领华野七纵 支援中野歼灭黄维时 众队的山炮团有山炮九门 各炮配出两个基数炮弹 六十发一个基数 炮弹一千零八十发 中野的重武器在大别山基本上损毁殆尽 只拥有山炮四十三门 全部炮弹只有二百多发 部队的火力和攻坚能力严重受限 当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 凭借强大炮兵攻坚时 中野部队只能采取土工作业方式 迫近敌军阵地 成军将军当然 令陈毅惊讶的不仅是七纵的火炮装备数量 而应该是华野七纵长途行军仍能保持弹药充足 以提供持续有效炮兵支援火力的能力 素玉将军曾说 华东野战军有六个头等主力纵队 其第一 第三 第四 第八 第九 第十纵队后来分别改编为第二十 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第二六 第二十七 第二十八军 其中第十纵队稍弱一些 但仍可算作是头等主力 也就是说 在华野十六个步兵纵队中 七纵的战斗力也就是中等水平 与叶飞一纵 许是有九纵和排炮不动的纵十轮十纵等主力纵队 仍有不小差距 可想而知整个华野部队的战斗力 这应该是更令陈毅吃惊的地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